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题目 这个是课本的习题 但就是最简单,最没有什么程度的东西 我原来静止 然后10秒钟加速到每秒10公尺 加速多少 讲过,达T达V 计时开始在多少速度 计时结束多少速度 计时开始呢 T1就是0秒速度是0,静止 T2就是10秒速度是10 也带进去就这样 然后上下的答案就叫做1 加速度就是1 很简单 直接在公式就解决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了题目是讲这样 他问你的是这个 我们要问你的题目是这个 来,这个给符形 刚才写文字,现在给符形 请问你 他说 我计时开始的速度是10 2秒钟变12.5 关系长这样 请问你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达T达V花多少时间速度变化有多少 多少 1.25 请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1.25 这很容易做啊 就是达T达V嘛 所以你的初速度是10 末速度12.5 时间间隔他告诉我2秒钟 所以带进去 达T达V T2-T1 V2-V1 就得到就叫做 1.25 很容易 我的重点不在这个答案 我的重点是请你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的速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小 越来越大 OK 然后你算一下正值对不对 正号对不对 所以要讲这件事情 要讲的是 要讲的是那个 这件事 如果我的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大 那个正号是代表它同方向的意思 那个正号是代表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的意思 我刚刚跟你讲过了 速度是加速度是向量 加速度是向量 但是我们很少会讲什么向中向右 向左向南什么之类的 我们通常讲的是正方向或方向 而这个正跟负的意思是 正方向代表的是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好 下一题也很简单 变成这样也是给图形 我初速是10 10秒钟静止变0 请问你 我的平均加速度有多少 跟刚才一样非常简单的题目 他多少嘞 可爱小女生 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1号不在了 7 7 7号大小姐 你的答案 多少 负 负1 请坐 负1 很好 然后我们这个又跟刚才一样就算嘛 初速是10 末数是0 时间间隔10秒 较卡1较卡1 所以后面减前面是0减10 这变成负号 那就是负1 OK 然后很简单 很简单 就这样就做出来了 重点是一样 重点不在这个答案 这个计算很简单 重点是你再看这个图 这个速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对不对 负责越来越小 负责越来越小 就是如果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就是要跟你讲的重点 我们加速度的正号跟负号代表什么意义 加速度是正值 就代表加速度跟速度是同方向 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大 加速度就会越来越大 那么如果它是负号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 那么速度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正号表示同方向 速度值会越来越大 那么如果是负值 就代表是反方向 速度值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国中大部分都这种情况 国中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 OK 有一个比较 我基本上没有讨论的 可是还是有带到一项 原中的动作会带一下这个 垂直 如果加速度跟速度是垂直的时候 它基本上不改变原来的速度 不改变原来的速度 但是呢 它会使它转方向 方向会改变 会改 会转方向 像所谓的这个向心力里头要讲的 带一下 简单带一下 还有高中的一个重点叫水平抛射 就是你平平的把东西丢出去 然后它就会弯弯的下去 这就是因为它的方向在变 因为它的加速度跟速度是互相垂直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告诉你说 我们做这个 刚才做那样的练习很简单的就算出答案 答案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了解 加速度是正号或者是负号的意义 加速度正直就代表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速度会越来越大 它是加速它是负号 就表示速度加速反方向 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小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事 可以吗 可以